游戏十字 首先我们来看题 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呢 来看 这里一共有五个字 这里都是什么字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是夜 听 叫 呼 和下 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什么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部首 是什么部首啊 是口字旁 像五个飘在天上的黄色的云朵一样 通过这个方式 我们就认识了这五个字 同样都是口字旁的字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游戏十字 还有什么样好玩的游戏能够让我们认识更多的字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课上来学一学吧 大家看 第一个游戏 数星星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颗星 星里面有一个字 字念什么 仙 这有第二个星星 星星里面也有一个字 还是什么 他 哎 有第三个星星 仔细看 里面也有一个字 是 认 第四颗星星 里面也有一颗字 是 琴 第五颗星星里面有一个字 是 话 他们分别是 仙人的仙 他们的他 任务的任 井井的井 和 化学的 话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啊 都是 单人旁的 字 大家 发现没有 这个游戏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认识很多 单人旁的字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里有一条 欢快的小溪 形容小溪的字 有 深浅 哎 小溪流 有深 有浅 还有什么 汹涌 形容水流很急的时候 有汹涌这个词 还有什么 河 河 河 形容小溪的某一段 形成一个小河 河 还有什么 汪洋 哇 到水流很大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很宽的时候 就变成了 汪洋 我们再来看这四个词里面的八个字 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点 是什么 同样都是 三点水 是 三点水旁 由此可见 只要是三点水旁的字 基本上都跟什么 都跟水 水流 有关系 对不对 嗯 通过这样的游戏 我们不但认识了新的生字 而且还明白了字意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游戏 是什么 放气球 这里有一个绿色的气球 气球上是什么 有一个字是 拍 拍是什么呀 提手旁 接下来 是扫 扫地的扫 扫是什么呀 也是提手旁 黄色的气球上有什么字啊 是扔掉的扔 嗯 同样也是提手旁 接下来 这里也有一组气球 同样是绿白黄 三个气球 先来看 绿色的气球里面 是 墙 墙东西的墙 也是提手旁 白色气球上是 搭 搭便车的搭 同样也是提手旁 接下来 托 托地的托 也是提手旁 哎 通过我们放气球 我们认识了六个什么呀 共同都是 提手旁的字 而且我们发现呢 它跟我们手部所做的动作 是有关系的 嗯 这个游戏也非常让我们长知识 接下来还有一个游戏是什么 数苹果 大家看 有一棵特别大的果树 那树上呢 有很多很多的苹果 每一个苹果上还代表着一个不同的水果 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来读一下 苹果 西瓜 樱桃 草莓 山竹 香蕉 梨 葡萄 菠萝 这些呢 都是水果的名字 我们通过认识水果来认识相应的生字 大家记住了吗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游戏十字方法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咸咸小身手的环节 老师要来考考大家了 大家来看 读一读 下边呢有九个词 让我们分别来读一下 江南 江水 竹台 两岸 两天 绿色 树木 树叶 树苗 大家都会读了吗 课下呢可以用游戏的方式来让自己跟生字做一场愉快的游戏 并把它们记住哦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小节 今天我们学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学的今天我们学的是十字游戏 是运用游戏的方法来认识生字 我们都学了哪些小游戏呢 首先有数星星 然后还有欢乐的小溪 还有呢 放气球 对 还有什么呀 数苹果 大家记住了吗 课下自己也可以创造新的小游戏 让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认识生字哦 好了 这节课就上到这了 让我们下节课 再见吧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